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杉资本等风险投资公司也在警示初创企业加强员工筛查 特别是在美国和中国的原政治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美国官员和咨询公司如FBI和Trenchcoat Advisors 不断提醒科技公司提高警惕以防范外国间谍的渗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深刻美国特别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这一期我们将深入探讨一则引起广泛关注的新闻 来源于英国金融时报 文章标题为 西股加强对中国间谍威胁的员工筛查 文章内容主要涉及随着美国官方 对潜在的中国间谍活动日益担忧 硅谷多家公司 包括科技巨头谷歌 新兴初创企业OpenAI 以及风投公司红杉资本 已开始加强对员工和潜在新员工的安全审查 推动这一改进的主要原因是 担心外国政府可能利用员工 获取智慧财产权和公司数据 谷歌等科技公司已开始采取更加严格的筛选措施 红杉资本也在提醒其投资组合公司 加强对员工的审查 尤其是在发现间谍机构瞄准 美国科技开发商之后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地缘政治压力 红杉资本已在去年 剥离了其持续近20年的中国业务 文章中特别提到 美国国防工业数据分析承包商 Palantir的首席执行官卡普表示 中国对美国科技公司的间谍活动 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特别是对于企业软件 大型语言模型和武器系统的生产商而言 卡普称 他们的对手非常聪明 是在为生存而战的古老文化 美国官员在过去两年中 不断加强对科技公司 有关中国间谍活动威胁的警告 在美中陷入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背景下 美国实施了出口管制 以限制中国获取和开发尖端技术 包括人工智能和先进芯片 然而 也有声音担心 美国科技公司可能因此出现 筹外心理上升的现象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迈克马斯特 在卸任后 为科技公司和投资公司 提供有关外来间谍风险的建议 他表示 中国情报机构的威胁是绝对真实 且持久存在的 并称与他合作的公司 已经开始尽一切努力减少这种情况 谷歌发言人表示 他们有严格的保护措施 来防止机密信息和商业秘密被窃取 红杉资本 拒绝评论 而OpenAI未回应 置评请求 文章还提到 美国检方 已经指控谷歌的一名前软件工程师 涉嫌在与两家中国公司秘密合作时 窃取人工智能商业机密 此外 特斯拉 美光和摩托罗拉 在过去五年中 也遭到中国严重的知识产权盗窃 前FBI 反情报主管普里斯塔普 现在经营着咨询公司Trenchcoat Advisors 他指出外来对手 利用美国公司员工 窃取宝贵资产的案例 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水准 一些公司在招聘时 已经开始注意潜在员工的脆弱点 特别是与某些国家保持联系的员工 可能容易受到剥削 一些私营公司 如Strider Technologies 也在为企业提供有关中国间谍 威胁的战略情报 Strider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追踪 外来情报机构的活动 特别是中国的人才计划 这些计划试图招募外国科学家和教授 推动中国的军事和经济目标 美国司法部在2022年 取消了一项名为中国倡议的有争议计划 该计划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启动 由于民权组织批评其带有种族定性 而遭到取消 尽管如此 这一计划也导致了一些人的定罪 如哈佛大学化学教授查理斯利博 他因接受中国资助而被定罪 联邦调查局局长雷近期 在硅谷与无眼情报网络的同行 举行了一次公开活动 他警告科技公司要面对 来自中国的前所未有的威胁 与美国国防部合作的商商业技术公司 被鼓励扩展对中国间谍威胁的禁止调查 现在让我们从多个角度 深入分析这篇文章的背景 内容和观点 首先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美中两国的战略竞争愈演愈烈 美国对中国 获取尖端技术的防范措施不断加强 而中国也在通过各种途径 追求技术突破 这种背景下 西股公司增加员工筛查显得尤为重要 目的是确保本国技术不被外界轻易窃取 其次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 安全审查升级是企业确保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商业秘密安全的重要手段 科技企业是高价值目标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 员工的忠诚度和安全性直接关系到公司未来的发展和市场竞争力 再次 从法律与社会公平的角度 这一趋势也可能带来潜在的歧视问题 亚裔技术工人在硅谷的普遍存在 使得加强安全审查 可能引发对特定种族或民族的偏见和不公对待 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同时 避免种族定性将是摆在企业面前的一大难题 此外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 美国政府和情报机构对外国间谍活动的警惕性提升 反映了在国际政治环境日益复杂的今天 国家安全和技术安全的重要性逐步上升 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以及信息共享 将成为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 最后 从科技发展的角度 人工智能 大数据和其他先进技术的应用 在安全审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更有效地识别潜在威胁 提升整体安全水平 这也意味着未来科技在安保领域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这篇文章为我们展示了 在全球化和技术竞争加剧的今天 西股公司如何通过强化安全审查 来应对潜在的间谍威胁 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企业对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的重视 也揭示了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各国间的技术竞争和安全博弈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领域的发展 为您带来最新 最全面的报道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21世纪 随着世界各国科技和经济实力的竞争 进一步加剧 中国被指控利用间谍活动来获取技术优势 特别是在高科技行业 这种间谍活动引起了全球 尤其是美国的关注 其中西股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成为了这些指控的焦点 中国间谍威胁主要指的是 中国政府或相关机构 被指利用各种手段 包括网络攻击 窃取商业机密 渗透企业内部等 来获取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知识产权 这些行为被认为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 构成重大威胁 这些活动的目标范围广泛 涵盖了人工智能 半导体 通信技术 生物技术等多个高科技领域 背景上 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以及美国国防部等机构 多次发表报告 指出 中国的间谍活动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2018年 美国政府通过了 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 FIRMA 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 以防止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 被外国势力窃取 同时 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 也加大了对中国间谍活动的调查力度 在西股 这种威胁引发了企业和政府的高度警惕 西股公司处于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 其技术和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这些公司 因其拥有的先进技术成为了间谍活动的主要目标 为了应对这些威胁 西股的企业采取了多种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 一、加强内部安全审查 企业加强了对内部员工的背景调查和安全审查 特别是对于接触核心技术和敏感信息的员工 二、技术防护措施 企业增强了网络安全防护 包括加密通信 设置多重身份验证等 以防止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 三、合作与信息共享 企业与政府机构 其他企业和行业协会之间 加强了合作与信息共享 共同应对间谍威胁 四、法务和合规风险管理 企业加强了法务和合规风险管理 确保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并在必要时通报政府机构 历史上 西股曾经发生过多起与间谍活动相关的事件 例如 2018年 美国司法部指控中国国家安全部 MSS 特工窝藏在美国的一名工程师 试图窃取一家航空公司的商业机密 此外 还有多起涉及西股高科技公司的技术窃取案件 显示出中国间谍活动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数据显示 美国司法部在过去几年中 起诉了多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公民 这些案件涉及的技术领域 包括半导体、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等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 2020年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措施大幅增加 反映出对间谍威胁的担忧 总之 中国间谍威胁对西股公司的安全 都构成了严峻挑战 各企业必须采取综合措施 来保护其技术资产和知识产权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 加强内部安全管理 提升技术防护能力 是应对这一威胁的关键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矽谷加强对中国间谍威胁的员工筛查 嘿,伙伴们 你知道现在矽谷的大佬们都在忙啥吗? 他们可不是在办公室里玩电子游戏呢? 最近,谷歌、OpenAI和红山资本等巨头们都开始高度警惕 对员工和潜在新员工进行更加严密的筛查 原因就是担心中国间谍活动 没错,各位 他们怕外国政府通过渗透工人来窃取智慧财产权和公司数据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据说,红山资本这位风头大佬也不甘落后 鼓励他们投资的那些新创公司加强员工审查 甚至包括了埃隆、马斯克的XAI 这可不仅仅是个小打小闹 红山还因为地缘政治压力在去年包离了中国业务呢? 足见这事情的严重性 PALENTR的CEO雅利克斯 卡普直言不讳地说 中国对美国科技公司的间谍活动是巨大的问题 尤其是对于那些生产企业软体 大型语言模型和武器系统的公司来说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 我们的敌人是为生存而战的古老文化 不仅是现在 而且是未来一千年 哇 这一番话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现在 华盛顿和北京的战略竞争越来越激烈 美国实施的出口管制 让中国想要获得尖端技术变得更加困难 可是面对这种情况 美国又担心会不会因此让仇外心理上升 毕竟亚裔技术工人还是很普遍的 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马斯特就这样表示 中国情报机构的威胁绝对真实 而且持续存在 他还说那些公司现在都很清楚这一点 并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这种风险 谷歌声称有严格的保护措施防止机密资讯被盗 而红杉资本则拒绝置评 OpenAI也没有回应 这种沉默反而让人更加觉得事态严峻 中国的间谍案件一直存在 但近年来似乎成倍增加 比如 今年三月 美国检方指控谷歌的一名前软体工程师 涉嫌在与两家中国公司秘密合作时窃取人工智慧商业机密 美国前FBI反情报主管比尔普里斯塔普县 在经营着一个名为Trenchcoat Advisors的咨询公司 专门针对外国对手提供人为风险的建议 他看到很多高水准的案件 都是海外情报组织利用美国公司员工来窃取宝贵资产的 他强调雇主必须了解员工是否有任何应该注意的漏洞 因为与某些国家的联系可能让人容易受到剥削 Strider Technologies这家公司专门提供关于中国间谍威胁的战略情报 他们甚至使用人工智慧来收集数据 追踪中国的人才计划 这些计划据说是专门招募外国科学家和教授 然后激励他们窃取技术 这家公司最近发现 有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在使用他们的工具来防止渗透 美国司法部在2022年取消了一个名叫中国倡议的有争议计划 该计划曾遭到批评因为涉及种族定性 但这也导致了一些人的定罪 比如哈佛化学教授查理斯·利博 他被发现秘密接受来自中国的资金 最后FBI局长克里斯·托弗 雷在戏谷直接面对面地告诉各大公司 要小心来自中国的前所未有的威胁 尤其是那些竞标与美国国防部签订合同的公司 更需要扩大对中国间谍威胁的尽职调查范围和规模 总之 这场地缘政治的斗争早已在各大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里悄然打响了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是楚天书 针对矽谷加强对中国间谍威胁的员工筛查 我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 历史告诉我们 间谍活动从来都不是新鲜事 中国的间谍行动早在冷战时期就有记录 根据FBI的数据 每十小时就有一起新的反间谍案件展开调查 公司保护自己的智慧财产权和敏感数据不是什么过度反应 而是必要的生存策略 就像亚利克斯、卡普所说的 我们的敌人是为生存而战的古老文化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这话一出 简直像在演007的反派 听着很酷炫 但现实不是这么简单 过度的筛查会导致职场上的仇外心理升温 这是我们绝对不想看到的 你知道吗 美国司法部之前推出的中国倡议 计划就因为种族定性问题被取消了 每个亚裔员工都成为潜在的嫌疑人 这种氛围不仅损害了公司的多元文化 也打击了员工的士气 谢琪琪 我觉得你过于天真了 在国家安全和公司利益面前 个人情感只能排到后面 哈佛大学的查理斯 利博事件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如果不加强筛查 如何防止技术和知识被偷窃 你知道AI和量子计算这些技术有多重要吗 它们可是未来战争和国家竞争的关键 这可是涉及整个国家的安全问题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只有筛查才能解决问题 实际上 这种过度筛查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比如 顶尖的亚裔人才可能会被其他国家挖走 这岂不是自损八百 此外 矽谷的创新精神来自于开放和包容 如果员工总是处在被监视的状态 创新从横谈起 历史上 许多伟大的发明和创新 都是在自由和开放的环境下诞生的 比如苹果电脑和Google 谢琪琪 你这话听起来很理想化 但现实是残酷的 你提到的开放和包容 没错 这是矽谷成功的原因之一 但在这个地缘政治紧张的时代 我们不能不防范 美国实施出口管制 防止中国获取尖端技术 这也是不得已而未知 你知道吗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 中国每年通过间谍活动 获取的美国技术和知识产生的经济损失 达到数千亿美元 这不是小数目 楚天书 你老是拿经济损失说是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 如何在保护公司机密的同时 也能保持多元和包容 或许更好的解决方案是提升科技防护 而不是把所有亚裔员工都当成间谍 你知道中国倡议计划的失败 就是因为它太过于依赖种族定性 这样只会让情况更糟 毕竟我们要的是保护 而不是惊弓之鸟的公司文化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Broadcasters paint the scene World events on our screen Every look at different things Words collide in the stream Six degrees command the dots Black world stories more than nuts Canada voices rise a lot Truth of fails in every spot Cultures clash across the globe Spin the threads in a strobe Every story wears a role Truth and lies in their code Journalistic real deep Secrets that they don't see Every day they repeat In the news we take a leap New perspectives day by day Hidden truths come to play In the background shades of grey Every story finds its way Cultures tenders be my day Intro's come to play In the background shades of grey Every story finds its way Cultures Hi Cal What train daily order not Go thecus of annals to be true And by thank you never Go thecus of annals to be true Nuffter Words Nuf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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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ff outtaón Nuffter